平時我們都習慣了用信用卡給錢消費 但怎樣可以在花錢之餘 又盡量賺回信用卡的積分或是好處呢 不如問一下擅長用信用卡儲非行李數 換機票周遊列國的旅遊達人小絲 其實用信用卡賺好處 一般都是分你拿現金回贈還是儲利數 通常人們在這個時勢都會選擇現金回贈 為甚麼因為你直接儲回信用卡 然後用信用卡用來洗出去 最直接的要簡單 好像洗完的錢變回到錢 最開心的 就是一些去旅行是想要坐行業階級 或是要坐行業階級 或是要坐一些很特別的機器 例如要用錢買很貴的機器 一些飛機的行段 你就會用李數去換 五萬里左右 就是買到一個行業階級的來回 但如果你要儲五萬里左右 換回現金回贈 大約是四五千元左右 其實平時來說 四五千元是絕對買不到行業階級的 所以就說 如果你是很想去一個行業階級 例如去歐洲那些 你就應該儲利數 又不是儲現金回贈 始終現在還未能飛回 其實之前那些機票 你去哪裡都很便宜 我自己覺得 比起以前 所以就是說 李數的吸引力是越來越低的 本身可能你去台灣 一千元都不用 就已經買到一張台灣機票 但你換到最少都要萬二里 這樣就不值得了 但之後那些機票的價格 會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可以飛回的時候 說大家蜂擁去台灣 泰國等 那些機票會不會被大家捱到很貴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儲少少少理數 來貨回以後 即是Tutwood 那個機票很貴的時候 你都可以換回那些機票 那便便宜了 但其實我覺得 有某些人 其實都不太適合儲利數 例如一些 就是本身可能 剛剛出來工作 又或者是消費力比較低的人 為甚麼呢 因為你始終要儲利數 你始終要儲一大塊的利數 你才可以出到旅程 如果你本身消費得低的話 你本身儲利數的難度已經很難 而且你的成功感會很低 因為你可能儲很久 我都好像甚麼都得不到 但如果你本身是儲現金回陣的 起碼你都有幾百元代價 你會開心點 你才會有那種信用卡的價值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直接給現金算了 現在都有個好處 因為現在的利數 很多都是不會過期的 坐商業去歐洲 我想很多人都想的 你都可以慢慢儲 我都覺得有個目標 然後自己慢慢儲 因為它不會過期 最重要是不會過期 我覺得你就算是消費力低 你都可以選擇儲利數 最多是慢慢儲 網購的話 就一旦是用HSBC這張Red Card 一來它本身 如果用來網購的話 它是有4%的現金回陣 而且它的年薪要求比較低 只有12萬 而且它的4%的現金回陣 只要你的數是免費了你之後 它會立即第二天 便會進入給你 所以是超級快的 第二張的話 譬如恆西這張Empower 其實它網購是做到5% 但其實它也有消費條件 這個要計算數目才會更划算 因為它一來有簽賬條件 二來它是有上限的 所以要懂得玩才會賺盡5% 如果你想賺理數的話 你可以用駕駛第一張Asia Mouse Master Card 它是4.1里的 而且它這個4.1里 都是沒有上限的 而且它也是年薪要求比較低的 就96.6萬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其實網購方面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我有時候網購 就算是給港幣也好 它有時候會沒有分 又或者甚至會多了你0.8%至1% 但是這個其實手續費 就是當你去一些外國註冊的商戶 然後帶你給港幣結算的時候 這些某一些信用卡 就會多了你一些收費 甚至是不會給你分 我當你在日本的Amazon買東西 那你不是給Yen 那你想著 避免了那個1.95%的外國收入費 那你就給港幣 但其實這樣 雖然你是可以給港幣 但是有些信用卡 就要不就沒有分 要不就收你的收入費 所以就要注這一點 譬如你本來都不知道 ABC這個網站 究竟它是否香港註冊 還是外國註冊 如果你想穩陣一點 那你就直接用AE 因為AE一定是有分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買 或者是沒有買開的網站 你就不想無緣無故給多了手續費 那你可以買少許東西 你買10件的東西 你可能先買一件 先用AE試一下 然後你看到 那條數的註冊商戶是否HK 之後你才決定再用其他卡 那就最穩陣了 其實如果你說平時一般消費 我都會用安信這張EARNMORE 因為它千元也有2% 但因為它是銀聯的關係 不是每個都收到的 變相如果你想存現金回陣的話 那你用拿大這張CMP Cash 就有1.5%現金回陣 那如果你想存你的數 就用DBS 還有用HMR這張MASTER卡 那大家都有6元一利 而現在其實有一張卡 有個都比較特別的玩法 就是這張VWAR的卡 那這張VWAR卡 它平時 譬如你去那些樂園 唱K 其實它都有4%現金回陣 但它現在就有一個 有少少叫抽獎的玩法 就是你每一天 你進去APP 你都可以抽一次獎 但其實所謂的抽獎 是選獎品 它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獎品 給你選擇 例如最吸引的 通常都是超市的八五折 又或者九折 又或者是所有千帳的八五折 或者九折 又或者是直接有些 二十元的現金回陣 那些 其實你計算 那些二十元現金回陣 其實差不多都有 一萬近十個%的現金回陣 那其實是挺吸引的 譬如我今天出門吃飯 它又有個剛剛好 是吃市八五折或九折的優惠 那你就可以選擇那個禮物 平時我自己會選擇超市 為甚麼呢 因為你吃飯不會天天出去吃 但是你超市的話 其實呢 因為它那些八五折或九折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超市買現金券 那你買了現金券 你就可以賺到那個折扣 那你變相 那個現金券可以遲些使用到OK 如果你說吃飯的話 一定是用匯豐這張Visa Signature 因為它本身是有一個叫做最紅折扣相計劃 那只要你把你所有的類別 選擇在吃飯那裡 那你就會有九倍積分 那就算是3.6%現金回陣 那而另一張其實更高 不過就有點難玩些 就是東亞這張銀聯 因為它只要你在香港那些快餐店那裡消費 就是用Apple Pay或者Google Pay這些 那其實是做到11.2%回陣的 那另外如果你想是儲利數的話 又是渣打這張Asia Mile Mastercard 那就是千筆食飯也好 都有4元一里的 那譬如你這幾張都沒有的話 那你可以用一些比較普遍的卡 那你可以用City這張Cashback 或者是Anson這張Earnmore 那它們吃飯都有2%現金回陣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看到現在 不論是一些酒店的餐廳 或者是甚至一些餐廳 其實它都會有上網賣好現金券 酒店的就留意會不會是酒店自己買 那如果它本身是一些食肆的商店 它又是上網買現金券的話 你就可以用回匯豐這張REG的信用卡 那因為其實它本身網上賣的 是有4%的 那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買好現金券 到時候吃飯用都可以的 那就算到4%了 我見很多人買新樓 其實它買之前不是要抽的 那其實抽樓的過程 譬如我當你是抽的時候 你要下10萬元訂購 那你才可以抽的 其實這10萬元 其實都可以用信用卡給的 那我見現在通常 就是要寫那張紙 然後才付錢 這樣可以用安信這張 就是有2%現金回陣的 但如果它不收銀聯的話 你可以用渣帶這張 就有1.5%現金回陣的 當那層樓真的被你抽中的時候 那10萬元便會扣到信用卡 那你就可以那10萬元有得賺分 可能疫情的關係 有些發展商等等 它都會把抽樓的方法 改成網上 自己賣卡 去付錢 所以就是說 如果是轉到網上 的話 其實你又可以用回匯豐這張REG卡 那你就可以賺4%現金回陣 如果你這麼幸運 然後交租的話 其實現在香港有兩個應用程式 你可以用來交租儲分 有一個叫WangSmart 有一個叫Keytrain 那我先說WangSmart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 我用銀聯 輸了一張卡 即是輸了些錢 給WangSmart 然後用WangSmart幫你交租 但是WangSmart中間 它是不會收你收學費的 譬如我一個月要加2萬元租 這樣 我就可以跟WangSmart 即是輸了那個租約 然後就跟WangSmart說 我要每個月交2萬元租 然後它就會每個月 扣我2萬元在這張卡 變相我用安信這張REG卡 我每個月就可以賺2% 現金回陣的2萬元 而且是沒有收學費的 那你想想 就是每個月就可以賺400元 交租的時候 而WangSmart 亦都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它現在和ZADA都有合作 就是在做一些分期的計劃 其實它鼓勵你一次過交一年的租 然後都可以分期 即是變成你一次過賺定一年的租 給業主 然後WangSmart再和你做分期 渣打和你做分期 但是那個分期雖然有息 當然 大約你計算到5-6%左右 所以你就要自己計算 究竟 我多付5-6% 但我可以交一年租的話 我會不會可以跟業主預約 究竟我會不會可以減10%租呢 如果是減到的 你中間便可以賺到一個差價 Keytrain 就是另一個交租的APP 但Keytrain 它第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會像WangSmart 就算用銀聯 都要有收費收回來 都差不多1%至2%左右 就視乎你用什麼卡 但Keytrain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和匯豐有合作的 首先就是 你用匯豐去交租的話 它是其中一個匯豐的最紅字紙商商之一 上家居 第二就是 你用Keytrain交租的話 它是當你是網上消費的 變相 你用HSPG Red這張卡 在Keytrain交租的話 你首先會賺到4%現金回贈 但都要扣收費的 約2%左右 但其實你都是淨賺1%多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匯豐這張VSmart Signature的話 因為你有上家居 再加上網上的簽獎 變成你有14倍積分 14倍積分 計算是5.6%現金回贈 而扣2%多一點 其實你差不多都賺3%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匯豐的話 你就應該用Keytrain交租 那你沒有匯豐了 你就直接說 又不想怎樣交租費 你直接用銀鑾就可以用VSmart交租 如果你交水電煤 以我所知 煤氣和電費 其實是某些信用卡 你是可以用自動轉帳的方式去交 例如東亞 你就可以賺到5元一里 那馬City DBS 和渣達都可以賺到6元一里 你的那間煤氣和電費 是不能做自動轉帳的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支付寶去交 然後就用回所有信用卡 去交回你的水費 煤氣和電費 所以就算你做不到自動轉帳 都可以賺到積分 其實交稅一般來說 是完全零積分 但交稅有甚麼方法 可以轉個彎 可以賺到積分 其實就是 你可以透過八達通的APP去交 玩的方法就是 因為多數的信用卡 一天最多做兩次自動增值 即是我每一天可以轉一千元 到八達通的帳戶上 而安信EARMA這張卡 更加一天只可以做一次五百元的八達通自動增值 即是每天可以用安信EARMA這張卡 轉五百元入八達通前包 例如我要交三千元稅 我只要分六天 分別將五百元轉到八達通前包 而那三千元 其實我是透過安信EARMA去轉入 變相我那三千元是賺了2%現金回陣 因為稅單裏面有個QR Code 我就用八達通的APP 我就掃取QR Code 然後我就可以把八達通內的三千元 就用這三千元來交稅 變相我交稅那部份的錢 其實我在賺2%現金回陣 這一個方法 其實不論是稅也好 猜響和地租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交 甚至是牛肉桿 其實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交 只要你上面找到它的QR Code 你測試一下它 然後你就可以用八達通網絡的錢去交